最小的时候 其实好像是小学三四年级 其实那时候是 你知道家里孩子多 爸爸妈妈都会安排你们工作 然后当时我分配到洗碗 那我三姐她很化 那你知道小孩吗 奸诈 我姐姐跟我说 你只要肯画画 我就帮你洗碗 那她那时候很喜欢画画 她抓着我 其实那时候我不会画 她都抓着我的手画 然后为了逃避洗碗 我就开始画画 就这样来的 那姐姐她因为 你知道会画画的人 因为我到后来自己会画了 我就很喜欢身边的人 你要不要画 就是会想那种分享 那我姐她当时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分享的心态 你看嘛 甚至于为了你肯画 我就帮你洗碗 那时候其实不是开心 那时候只是 就好奇 对 就是好奇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也画不了什么形体 以前那时候刚开始画小公主 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就喜欢画那种小公主 小王子 可是男生不会画 只是画女生 小公主 那那个人啊 其实那个身体都是三角形 三角形而已 没有什么所谓的手脚 可是问题是变成那时候 就是一来好奇 二来是因为我姐姐她会帮我洗碗 对 那其实 久了到下来 到我记得到四五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变得自己很热爱画 那我姐姐她也变炸了 因为她知道你爱画 她不帮你洗碗 掉入坑里面 你要爬也爬不出来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是这么清楚 可是那时候 我从14岁开始投稿 很夸张 因为我那时候 还是小学刚毕业 什么都不是很懂 但是那时候就已经在画连环的 就是连续就好奇艺那种的 然后那时候就不断被退稿吧 其实到年纪大一点 我才发现 那时候思想都不是很成熟 那表达故事也不是很完整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很赶 你知道吗 就是拼命画 什么都不想 就是画 然后画一直投稿 然后投到 14岁前后一直投稿 大概四年吧 被退大概四年左右 又在18岁的时候公司找我签约 对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热爱 然后其实那时候 也没有什么漫画班可以学 都没有 完全是看着漫画 然后跟着画 你知道 以前没有那些漫画班 没有那么补习班的 都没有 以前的老师 就是一本漫画书而已 我觉得应该 除了坚持之外 很多时候也只要开运气啦 因为那时候有那个环境啊 对啊 因为如果说没有那个环境 你光是坚持也没有用啊 我觉得如果什么都不想太多的话 它大概就只有 一部作品吧 就是我那一部喜欢比方那一部作品 对啊 因为它就是我所有漫画里面 我唯一能想到就是这一部啊 如果说什么都不要太细想的话 就第一个脑子见来就这一部了 我的新作其实也是把这一部 因为我以前是属于那种 连载到半途的腰斩了 因为公司倒闭嘛 然后之后其实 真的真的腰斩的作品 自己也没有那个毅力把它做起来 因为后面还有好几本 那因为你知道 不管任何工作 因为画画就算是画画吧 它也是 人也是要吃饭的 对 就变成说不可能完全不上班 然后就做着画这样子 那主要也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自己啦 自己毅力不够 那也许有人真的有办法这样做 我毅力真的没有够 没有在那段时间把它做起来 然后现在就是说 再回头就是再做就对了 不过真的是前几年的状况 整个状况比较差 因为我前几年 应该算是到那个人生谷底吧 因为整个身体状况真的很 很差 差到其实 有时候这样我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 那段时间好像在做噩梦 我觉得应该算是蛮幸运的 因为整个过程很多贵人相助 对 然后到现在其实 应该说我人生上 我觉得可能自己不够聪明吧 所以身边都是贵人 所以到每个阶段 其实我在那段时间 我觉得像人生 像地狱的阶段过来之后 那段时间都是病痛啦 对 病痛发挂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 比较悬民的事情啦 对 然后就整个过来之后 就会觉得 到这个阶段吧 就是开始回归到创作 然后会发现 哇身边都是贵人 可能是离开这个圈子太久了 嗯 没有应该是太久 没有乖乖去再败了 OK 嗯 那可不要谈 可以算不要谈 OK 首先你生活一定要稳定 嗯 然后创作这个部分的话 一定要热爱 坚持 因为很多人在还没创作之前 就想着 我要我要赚钱 我要靠他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那很难 因为创作这种东西 它就是你一定要先投资 非常 甚至好多年 嗯 嗯 很多年投资下去之后 其实你都不见得会回报的 对 所以它其实最主要一定要热爱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坚持是一定要的 那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现实生活经济一定要稳定 因为不稳定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支撑这么多年 嗯 对我来讲啦 对我来讲我觉得画画像呼吸一样 但是至于漫画家的话 我不知道漫画家 该怎么去形容它 因为画画纯粹只是 我喜欢画而已 嗯 然后 说真的齁 我从来不觉得我是漫画家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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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